周杰伦台北演唱会门票 于23日中午开卖后 瞬间涌入89万人抢票 15万张票光速售庆 随后释出的3000张门票 也引来80万人疯抢 再次证明了周杰伦的超高人气 然而有粉丝发现 除了24年的周杰伦 在全球各地举办了无数场演唱会 但在自己的家乡台湾 却只举办了寥寥几场 据网友统计 周杰伦出道至今 已经举办超过400场演唱会 其中在香港中国的场次都相当可观 唯独在台湾总共只办了20场 引起了热烈讨论 有粉丝认为这可能与几年前 周杰伦曾计划在台北小巨蛋开唱 却遭到拒绝有关 当时周杰伦在社群表达了不满 并承诺会回到台湾开演唱会 如今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承诺 也成为在台北大巨蛋开唱的第一人 不过也有粉丝认为 周杰伦近年来在全球的人气不断攀升 台湾的演出邀约不断 可能也因此分走了他在台湾开唱的时间